我昏尘也有 我是调剧也有 调剧来讲 我觉得好像比昏尘还要重 就是心定不下来 昏尘跟调剧都是功夫不得力 念佛人对这个要特别留意 为什么 有这两种现象 障碍往生 在现前障碍你 不要说一心不乱 障碍你功夫成片 障碍你的雾门 你不能连雾都开不了 你更不要说正了 障碍你的雾门 你不能开悟 宗门大德常讲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昏尘调剧才起来 妄想杂念才起来 立刻就觉悟 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对治 师父在这就讲完了 是吧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补充师父这个 这个是这个 昏尘调剧才起来 妄想杂念才起来 立刻就觉悟 那这个这是功夫 那不怕念起 念头是肯定要起的 只怕觉知 你要老用 你要经常用 晋光大师这个实念法 来坚持的念下去以后 你慢慢慢慢 这种觉悟的速度就非常快 我今天 在碰到同修的时候 还说 他说他念佛 原来按照 晋光大师实念法念的时候 他说念这个 念识 别说识句了 念着念着就跑了 跑了有十分钟 还想干嘛呢 这不是念佛的吗 又回来了 那时候就 多少声佛号都不知道了 想家里的事 他说现在念着念着 这十句佛号吧 第三句跑了 第八句 他意识到了 这变成五句了 第八句回来了 八九十再往下念 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现在体会 就是当精神状态好的时候 道心龙胜的时候 精神饱满的时候 有些时候可能 啊这个字 妄念出来了 咪就回来了 也加上念的慢一点 咪就回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 就是说 还是要坚持这种锻炼 我们能捕捉妄念 意识到妄念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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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就会快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持 时间太长 说明你功夫不得力 那么关于调举和昏尘呢 我们呢 学习净空老和尚的开示呢 就先学到这儿 主要依据的呢 是老人家八八年 这个 关于呢 此云怪灵法师 大士智菩萨念佛 原童章书超的讲解 和大方广佛华严经 他的讲解 我们现在 回答第三个 就讲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我是怎么做功课的 因为很多人关心这个 我把我刚才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如何做功课的 向大家汇报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昏尘和调剧怎么对质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大家有很多人来信 来电话 来短信 就说呀 到底念佛的时候 应该什么样的姿势 怎么样走这个步伐 怎么样对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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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呼吸 这个这个方面问题很多 那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呢 把它 回答一下 我们回答的依据呢 还是依照 威仪啊 这个步伐呀 等等啊 这些肢体上的这些动作呀 我们给它分成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念佛堂 再一个是在家里 一个是呢 白天 再一个是晚上 一个呢 是装烟道场 一个呢 是自己自修 这三个三种情况 大家记住 一个是在道场 第二个是在家 一个呢 是白天 第二个是晚上 第三个呢 一个是你的目的是装烟道场 去参加集体招负 再一个呢 你是自己来修 我们看能不能给大家回答清楚 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那么 第一个原则 师傅说 念佛堂 白天念佛要有威仪 晚上可以轻松 师傅说 师傅在98年早餐开示 诸佛终极目标 进念佛堂 1998年7月26号 在新加坡的开始 我们一块学习 进入念佛堂 白天 注重威仪 整齐化义 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白天到念佛堂 去念佛 为的是什么 注重威仪 整齐化义 这是从我们的行持上 我们修行要靠大众 大众互相监督 互相勉励 看别人都很用功 自己懈怠就不好意思 个人念佛会偷懒 念累了 真的就睡觉了 功夫会懈怠 不能成就 所以念佛堂是 依重靠重 这完全是从自立的一边来说 你到念佛堂去是自立 依重靠重 这完全是从自立一边来说 如果从利他方面讲 我们到念佛堂 有没有利他的功效呢 有 功德更是殊胜不可思议 为什么 给别人做榜样 做模范 现在人生活非常紧张 妄想杂念 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 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 苦不堪言 我们念佛堂的念佛人 给他做一个好样子 让他进入念佛堂 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身心轻松 一心念佛 他可以恢复身心的疲劳 对他起了利己的效果 这就是阴光大师说的养神 这是我们讲的花豹 花豹就如此殊胜 果豹当然更殊胜 丁家丽老师 现在花豹就已经不做梦了 已经静追病就好 已经就轻松 发喜充满 这是花豹 那么花豹就如此殊胜 果豹当然更殊胜 这还没结果呢 结了果更不得了 所以我们在念佛堂 念佛是自行化他 真正是续佛会命 利益众生 自利利他都能做到圆满 没有比这个功德更殊胜的了 事出事间 第一殊胜的功德在念佛堂 很可惜 今天谁知道 谁懂得这个道理 谁认识 丁家丽知道 丁家丽老师认识 他把他们家变成念佛堂 他变成了唐主 所以讲经说法 苦口婆心 千言万语 几十年的劝勉 到后来目标就在此地 如果不肯认真念佛修行 经讲得再好 讲得天花乱坠 讲得天人来供养 果报怎么样 依旧轮回 依旧不能了生死出三界 如果你还有能力控制你的烦恼 你来生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 你走的时候好好走 你清清楚楚的 你还能控制你的烦恼 那你来生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 你如果你烦恼 还是一样起现行 你只是畜生到恶鬼到享福而已 当宠物呗 对吧 这都是事实 我们都要了解 都要明白 今天我们在居士临念佛堂成就了 我发愿讲经说法四十年 这个成果才现前 得来真正不容易 我三十三岁出来讲经 四十年的时间 期望的念佛堂才出现 诸位就知道这个事情谈何容易 如果不是大家善根福德因缘成熟 若不是十方三宝的加持 这个道场不会出现 非常不容易 这个地方念佛 念佛堂念一天佛 你确确实实 无量节中 稀有难逢这么一次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红法的机缘现在有 尤其现在我们利用网络向国际上广播 等于说是个现场直播 你立刻能够见得到 念佛堂就不容易 你个人自己在家里念佛 自立行 可以做得到 如果说自立立他 续佛会命 红法立生 把这个统统圆圆满满做到 你没有这个机会 在家里念佛 这个机会在念佛堂 而且念佛堂决定是24小时佛号不中断 一年到头不中断 这叫念佛堂 这是往生不退成佛的菩提场 这个场所是菩提场 所以诸佛互念 龙天善神勇护 还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吗 没有了 希望出家的同学们一定要懂得整肃 移归 要有威仪 有秩序 你们在念佛堂念佛 让人在门口窗口看到肃然起敬 叹为稀有 你这就度化众生 这个人见到了 他一定到外面去宣扬 一定处处赞叹 这就是弘法立生 这个弘法立生不是用口 是用我们的身 注重威仪 当然非常整齐化一 但是这样的念佛 也不免还有一点压力 这就是说到 我们要整齐要化一 注重威仪 但是这样的念佛 也不免还是有一点压力 这是我们一定要遵守的 有压力你也得忍着 你也要坚持 为什么 这就像在经典里面 做影响众 是为教化众生 为利益大众 那就跟你自己念佛 完全不是一回事 师父又接着讲 晚上无人参观时 还在念佛堂 晚上了 白天的人就走了 白天人都 白天结束了 人就参观的人就走了 晚上 可是晚上念佛 就可以采取轻松的方法 是吧 白天人家到我们这里参观 晚上没有 晚上的方法就可以采取地贤老和尚教我们的方法 完全没有压力 你喜欢绕佛 你就绕佛念 还是以绕为主 绕累了 你坐下来静止 你坐下来止静 止静的时候可以不出声 心里面跟着绕佛的人默念 不默念也行 就听 听大家念佛 这个方法也很好 坐一会儿休息好了 赶快起来再跟着大家绕佛 如果想活动活动筋骨 你就到佛像前面去拜佛 所以在念佛堂 调身的方式就这三种 绕佛是精行 像散步一样 坐着是止静 再加上拜佛 这三种方式自由调整 你觉得哪个方式好 你就采取哪个方式 所以我们这在这就回答大家 到底是绕佛好 拜佛好 还是坐着念佛好 很多同修来 你觉得哪个方式好 你就采取哪个方式 但是我们一般首先是绕佛 是绕佛 实在念累了就到旁边休息 念佛堂旁边有房间 休息的时候不可以脱海青 绝对不能脱衣服 脱衣服容易懈戴睡着了 所以合一而睡 稍微打个盹 累了的时候略为休息 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为什么别人有这个精神 我没有 所以一心念佛 求佛加持 使我们真正能够离开睡眠 减少睡眠 睡眠是可以舍弃的 财色明师睡都可以舍弃 没有办法舍弃是业障太重 所以晚上念佛可以采取这个方式 白天我们还是整整齐齐的好 我们希望帮助其他道场 给其他道场做一个好样子 这是无量功德 那么我们说到这 我们就来谈谈 我们就从丁家丽老师他们家 学习念佛这个地方 他们家不是念佛堂 是因为大家听说丁家丽老师念佛念得好 都到他家去学习 是个参学的地方 所以他们家念佛 当时丁老师就是说 就教大家 就像刚才我们汇报的 晚上念佛 没有人参观 大家都是为了学习 所以采用了比较轻松的方法 速度也不一定 步伐也不要求统一 大家在那 关键做到三个清楚 和一个技术 所以在丁老师他们家念佛 当时他问我 我说你这不是道场 你不存在像师父说的 什么影响重 接引出击 不存在这个问题 你是到人家去学佛吗 你把实验法学好 这是你的目的 是吧 所以我们知道念佛的时候 肢体上不要有太多的动作 就像表演一样 像演戏一样 手是怎么放 脚是怎么放 肩是怎么放 头是怎么放 太多的东西加在你的念佛的过程当中 你就心不能专一了 我们还是严格的按照 就是说 你觉得哪个方式好 你就用哪个方式 你觉得什么姿势好 你就什么姿势 你觉得什么速度好 你就什么速度 你觉得什么声音好 你就什么声音 但是声音不能太大 时间不能太长 我就说 这个是在家 困了就拜 一般就绕 累了坐下来休息会儿 休息完了以后 休息的时候可以默念 也可以听 这老和尚都讲得很清楚了 是不是 我们咱家反复的学习 老和尚的开示 慢慢我们就能够熟练起来 我们坐应该怎么办 我们绕应该怎么办 我们拜应该怎么办 我们出去到人念佛堂去念 我们知道 我们是当影响众 要注重威仪 要整齐化医 我们回了家了 我们就放松轻松 我们这时候不是做影响众 我们是自立 自立的时候 我们要做到 英光老和尚说的 摄尔地听 三个清楚 完全是自立 要提高自己的清净心的水平 念佛功夫得利 所以它两种不同的目的 和两种不同的用途 那么 那么在这里 老和尚又继续说了 下面一个题目 就是在家里念佛的殊胜 我们刚才说了 念佛堂白天要有威仪 晚上可以轻松 这是在念佛堂 白天有威仪 晚上可以轻松 这是对念佛堂的开始 在家里 师傅说在家里念佛的殊胜 那么99年早餐开始 六合径见念佛堂 旧捷运 这个专题下 1999年5月7号 在香港老和尚讲的 香港人居住的环境非常狭小 大多数的家庭 全部面积大约只有15平到20平 但是无论怎样困难 佛不能不念 环境太小 不能绕佛 就坐着念佛 站着念佛 有些同修的环境比较好 客厅大一点 可以邀请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天天在一起念佛 丁家里老师就属于这一种 客厅大一点 可以邀请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天天在一起念佛 不要以为自己念这句佛号效果不大 不能产生作用 这种想法就错了 念佛功效之大小不在人数多少 在念佛人的真诚心与心量 若念佛人没有私心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心包太须量周杀戒 所念的每生佛号 都能振动虚空法界 这一个人念佛 比一万个人念佛的道场还要殊胜 果真用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心 慈悲心去念 此地方的人就有福报 此地方有真正的菩萨在念佛 为众生消灾免难 为众生消除业障 佛弟子要修积功德福德 坐在家里念佛就圆满了 所以我建议 所以我提议大家在家里念佛 这也是符合我们现在很多的居士 他不是出家师 他要工作 他要生活 以家庭为基本的地方 是吧 那么所以我提议大家在家里念佛 所以在家里念佛就行了 不用跑道场 不要去打佛气 当然你要说我一中靠中 我到那念佛堂 跟大家在一起念佛 我能精进 那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 但是不能说我除了念佛堂之外 我在家就不念了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那印光大师说 从朝之暮 从暮之朝 一句佛号不令间断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之暮 从暮之朝 一句佛号不令间断 或小声念 或默念 除念佛外 不起别念 那这说的很清楚 不能说光去念佛堂 师父接着说 以真诚 清净 平等 觉悟 慈悲心 念佛 就是大不失 一句佛号里面 三种不失都圆满了 我们用自己的体力 精神 阴生 这属于内财不失 内财不失 胜过外财不失 外财是金银财物 我们称念这句佛号 心里想佛 口里念佛 身体理佛 这是智慧 这是法不失 我们的心愿 念念回向法界众生 祈求三宝加持 为众生消灾免难 这是无微不失 你看我们说的 财不失 法不失 无微不失 这三种不失 都是最殊胜 最上乘的 一般人做不到 一般人不会做 而你在家里 三种不失就圆满了 你还要跑道场吗 你还用捐钱吗 你还要去课经书吗 对吧 不用了 今生来世 你所得到的果报 不可思议 无比的殊胜 若有缘分建立道场 集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在一起念佛 要将念佛的道理 讲解清楚 无论道场 大小 功德都是圆满的 不肯做 是不懂道理 不了解事实 真相 有机会 有缘分 修事出 世间 第一等福 第一等功德 因无知而错过了 非常可惜 这是师父开示 净空 师父上人 关于在家里念佛的殊胜 我们看到这一段 我们非常受孤 因为我们不可能天天去跑道场 我们不可能天天去念佛堂 但是呢 在家里念佛同样是殊胜 所以我们要以家里念佛为基础 那当然出家是领当别论了 是吧 作为我们在家的这些居士们 学修净土的 确确实实舍了家里念佛 真是没法成就了 三种不适 圆满 这是师父呢 关于在家里念佛的开始 那么 这个关于念佛的姿势啊 威仪啊 道场啊 念佛和家里念佛的这些问题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下面呢 我们再接着回答呢 第五个问题就是谈如何拜佛 那么 我们也接到了很多同修的来信来电 就说 拜佛呢 跟实念法的关系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来学习敬虹老法师的历年的若干开示 念佛堂里横顺众生毫无压力 这个就是拜佛 98年早餐开示 念佛堂里横顺众生毫无压力 这个题目是这个题目 1998年8月9号新加坡 念佛堂里面 有精行绕佛 有静坐 有礼拜 完全随个人的喜欢 没有丝毫的勉强 将来我们塑造阿弥陀佛的法像 放在念佛堂的当中 念佛堂四面都可以拜 是个很理想 现代化 适合于现代人念佛的一个道场 佛法的教学 佛陀在最早讲经的时候 就把这些原则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知道 释迦摩尼佛 释现成道之后 第一步讲的是华言 华言末后 普贤菩萨将修行 总归为十个纲领 十个纲领里面 就有两条 一个是横顺众生 一个是随喜功德 如果要是约束众生 勉强叫他做 不叫随喜 不叫横顺 譬如拜佛 大家在一起敲着隐庆 一起拜下来 一起起来 是很好看 像军队操兵一样 很整齐很好看 可是军队行 因为年龄差不多 念佛堂不行 我们念佛堂 有88岁的老太太 有不满20岁的年轻人 体力相差 悬殊太大 年轻人拜得快 老年人拜得慢 一定要动作整齐 那就不是横顺众生了 所以我们念佛堂 不求整齐化一 你喜欢拜慢 你喜欢拜得慢 你就慢慢拜 你喜欢拜得快 你就快快拜 横顺众生随喜功德 我们今天这个做法 有教理的依据 我们有根据 根据佛指导我们的原则去做 念佛堂最主要的是经形 我们也是从华言经上学来的 德云比丘念佛的方法就是经形 所以念佛堂是以经形为主 经形就是绕佛 像散步一样 绕佛久了 累了 才止静 你才坐下来 稍微休息休息 调整自己的身体 做久了 需要活动活动 就去拜佛 拜佛是做运动 所以用止静 用拜佛来调身 恢复我们身体的疲劳 然后再去经形 看来要一定要以经形为主 止静和拜佛都是来调整我们的身体 然后再去经形 再去绕佛 法师领重 有隐庆 沐渝 只有经形 拜佛没有 止静也没有 所以这个念佛堂对大家来讲很轻松 很愉快 没有压力 你得空的时候就去念 有事情你随时可以离开 也不必告诉任何人 连佛都不必告诉 不要说我要走了 到佛像那里去磕头 去捉衣 不需要 为什么 扰乱别人 有事情的话 随时可以离开绕佛 你自己静静走出去就可以 进入念佛堂 也是随时可以进去 进去之后插到绕佛队伍后面 跟着念就行了 连进出都不需要跟任何人打招呼 也不需要给佛去行礼 不需要 这才叫真正的恭敬 以真诚清静心来念佛 所以这是老法师讲的 拜佛 绕佛 跟止静的又一次的开示 我们老人家说的很清楚 那么有同学问 就是说 在家居士建立共修道场 如何领众修行 有些人问老和尚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们这段文字是摘子 学佛问答 对方辽 静宗学会同修的开示 1999年10月9号 在新加坡 他们有居士问 在家居士建立共修道场 如何领众修行 有没有法师领众 都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这个方式 是过去我想到的 到以后看到行策大师 也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 他在当年也用这个方法 也就是用绕佛 止静 拜佛 行策是清朝时候的人 距离我们不算太远 我那个时候想的 也是绕佛为主 累了就坐下来止静 如果精神提不起来 到佛面前拜佛 用这个方法 不过他是把大众分成三班 师父在这讲的 他就是行策大师 每一班有四位法师领导 如果居士道场 没有这么多出家人领导 就不需要 我们跟念佛基的音声 就是念佛的音声 是统一的 一点都不乱 但是绕佛一定要出声 止静可以默念 可以不出声 拜佛不出声 拜佛出声伤气 伤身体 应该默念 这就是很多句是 同学来问 说我们拜佛的时候 该不该出声音 止静的时候 该不该出声音 那么师父在这里说 止静可以默念 可以不出声 那也可以出声 止静的时候 那么就坐下来的时候 站着的时候 那么拜佛的时候 不能出声 出声多了 就伤身体了 那么师父就再一次 在另外一个次机会上 也谈到了拜佛的问题 是吧 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师父在2005年4月9号 在讲大乘无量寿经的时候 第175集 师父说 拜佛的时候 心里面默念阿弥陀佛 不要出声 你在拜佛的时候 出声伤气 念佛的时候 最好止静都不要出声 出声念佛在什么时候 在精醒绕佛的时候 绕佛出声好 止静 睡眠 心里面佛号不间断 不出声 天亲菩萨 每天拜佛 那么究竟拜多少 看我们的时间 看我们的工作 我有多少时间 不计数 也没有关系 不计数 计时 拜20分钟 拜半个小时 或者拜一个小时 出家人多半烧香 拜一只香 在中国很长的香 要烧一个半小时 一切念头放下 拜佛是很好的修行方法 是静宗 与静宗法门相应 这是师父讲拜佛 师父又一次 在学佛答文当中 谈到了拜佛这件事情 那是2006年6月30号 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达香港参学同修之39 这次师父的开始 问弟子发心 拜佛消业障 起初速度很快 一天八百拜 心理计数 欲拜身体欲轻 但一天下来很疲倦 此后感觉 此种拜佛 恭敬心不够 于是放慢速度 一个小时 礼佛不计数 心中只想阿弥陀佛 很容易打妄想 请问如何拜佛最得利益 最初拜佛还是要计数 跟念佛一样 计数可以用计诸记 可以用念诸记 但是拜佛用的念诸的穿法 不能穿的这么紧 穿这么紧 你就不好拨 至少要有四个手指 这么宽的线 你才好拉过来 我的理解就是 猪子和猪子之间 有一个四个指头的距离 这么拨 不能穿的这么紧 穿这么紧 你就不好拨 至少要有四个手指 这么宽的线 你才好拉过来 你拜一拜 这一粒拉到这边来 这是从前张家大师 教给我的 线要有四个手指头宽 你才好拨 那可以说是 专门用来拜佛的 这个佛珠是专门用来拜佛的 真正拜佛 念佛用的 所以这个念珠 穿法 空间要大 你拨的时候好拨 要是拜到一段时间之后 大概能够知道一个小时拜多少拜 我们从前是用香来计数 长香是一个半小时 普通一般的香是一个小时 现在钟表很普遍就更方便了 然后熟了之后 你就可以不要计数了 我知道一个小时 照我正常的速度可以拜多少 你一天拜八百拜要分为三次 不耽误时间 早晨拜三百拜 我过去拜佛的速度 三百拜大概一个半小时 不到两个小时 所以早晨拜三百拜 晚上拜三百拜 中午吃饭 过饭后 拜两百拜 不耽误工作 这个对消业障是有好处 我那时候跟颤云法师住毛棚 半年拜了十几万拜 每天都不停止 拜十几万拜 确实可以消除业障 拜佛一定要想佛 计数 我们拜阿弥陀佛 心里面就想阿弥陀佛 或者心里头念阿弥陀佛 拜佛的时候不要出声 出声伤气 伤身体 默念不要出声 那么在这里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 我在拜佛的时候 是怎么一边拜佛 心里按照老法师说的念佛 我跟家里老师是一样的 也是五声佛号 拜一拜 心里先比如说 拿摩阿弥陀佛 心里默念 用耳朵听 我是用耳朵听 我拜佛的时候 我都用耳朵听 我心里的声音 嘴里 有些时候你可以持金刚咒 拿摩阿弥陀佛 嘴可以要动 但是不出声就行了 不出声就不伤气 就不伤身 他说出声不行 所以我一般是拿摩阿弥陀佛 不出声的嘴动 或者嘴不动 默念 但是你能就像印光大师 《识念法》当中说的 异地当中仍然有嘴动之相 你还觉得你嘴在念 就差那个声音没出来 就是欲出而没出之前 那种状态 那么你站着念一遍 拿摩阿弥陀佛 然后我是蹲下来 跪下去 跪下去以后 身子竖直 第二遍 拿摩阿弥陀佛 第三就是头碰到这个拜垫上了 就第三句 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出来了 然后再起来 身体再竖直 这就第四遍 拿摩阿弥陀佛 然后双手撑着谱团站起来 这就第五遍 拿摩阿弥陀佛 所以这五遍 阿弥陀佛是一拜 那么用耳朵听 嘴里念得清楚 耳朵听得清楚 心里记得清楚 五句 这是五个大的动作 你看站着是一个 跪下去是一个 头枕 头枕在谱团上是一个 起来是一个 然后双腿站起来是一个 所以这五个比较大的动作 分解一下 用五声佛号来代替 来指导 但是速度不要快 耳朵听清楚 心里记清楚 嘴里念清楚 如果是默念 但是心里也要念清楚 那么我108拜当中 还有拜观世音 拜清清大海众 拜大师至菩萨 也一复如是 也要念得清楚 听得清楚 记得清楚 拿摩大师至菩萨 耳朵一定要听见 那么也是五声 佛号 一拜 你虽然拜观世音菩萨 拜三拜 但是每一拜当中 要有五句 拿摩观世音菩萨 你要听清楚的 就这么拜下去 那么我的体会 是非常非常的涉心 而且锻炼身体 因为你的肢体的 你想啊 我们这个 在拜佛的时候 你要听得清楚 念得清楚 记得清楚 同时只有加上肢体上的动作配合 那就和我们绕佛的时候 有些大家爱 一步一句 一个字 阿 阿弥陀佛 左脚是阿 右脚是弥 左脚是弹 右脚是佛 四部分成 把这四个字分配下去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是把拜佛的这五个动作 用五句佛号分配进去 跟它挂上钩 那么实际上 它比你坐在那 用十念法 多了一个肢体上的配合 也很殊胜 所以习惯了以后 你自然就会忘掉肢体的动作 就是我这时候该站起来了 该蹲下来 头该刻地 你习惯了以后 你的耳朵就会听这个佛号声音 而且我的总的感觉 就是说拜佛的时候 用耳朵听这个佛号的声音 好像似乎比我 这个经形的时候 绕佛的时候 听得更真 因为它慢 它动作 它这个动作 因为你绕佛 你绕时间长了 你容易皮 容易太枯燥 动作太单一 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走 最后念念了就昏沉了 容易昏沉 容易怎么说呢 皮它了 那么拜佛的不会 拜佛这个东西 你是一种体力锻炼 你还会出汗 还会喘气 精神很饱满 所以我呢 我现在这54拜 大概得半个小时 然后在结束的时候 54拜 绕佛完了之后结束 再54拜 又半个小时 所以我三个小时念佛当中 有一个小时处在拜佛状态 有两个小时在精行 这两个小时当中精行 有些时候可能会坐一会儿 精神好了 可能就走两个小时 原来我是三个小时都在精行 现在我在用一个小时拜佛 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设心 拜佛的时候 依然要采用三个清除 念得清清楚楚 听得清清楚楚 记得清清楚楚 这是我的方法 大家不一定 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这个是这样 拿出来跟大家讨论 反正这个东西 师父说 你觉得怎么好 你就怎么拜 这个速度 频率 这个都不一样 但是 确确实实 拜佛的时候 还是要念佛 这个可不能说 拜佛就是拜 我就不念了 那不行 你不念 你就打妄想 还是要把妄想射住 把妄想打掉 那么第六个问题 就是念佛听经的时间分配 这个我们也接到很多的来信来电 就问到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还是依然 回到老法师的经教里面来 我们看看老和尚 老人家是怎么说的 那么 师父上人在学佛答问当中 答香港参学同修之61 2007年2月2号 这就比较近了 老人家是这么说的 一定以念佛为主 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 念佛每天听经不能少过两个小时 念佛和听经 每天不能少过两个小时 听经是用这个方法建立共识 大家注意听 听经是用这个方法建立共识 见和同解 不听经就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因为你道理不明白 人与人之间就很难相处 所以听经就是帮助我们 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是用听经的方法 都听佛的教诲比较好 听哪部经好呢 这个要看缘分 也不要勉强 既然是净土宗 当然是以净土经典为主 另外就是与净土有关的经典 对我们有帮助 如果说真正讲到精进念佛 精进念佛就是一门深入 我们一般来讲 听弥陀经 听无量寿经 这是最适当的 要听讲解 一遍一遍的听 重复的听 有好处 能够有误处 那么师父在讲经的时候说 为什么要听经呢 在什么地方讲呢 我记不清楚了 师父在讲经的时候说 因为听经 你是要把道理弄清楚 把西方极乐世界弄清楚 那么弄清楚以后 你才更好的念佛 才更得力 这是我们听经的目的 可不是为了过瘾 师父现在讲大经节了 我跟着起哄 我跟着图热闹 我跟着听经 不是 听完经 听经的目的 是要把西方世界搞清楚 增加你的信心和愿力 然后落实在念佛上 念佛更得力 否则的话 你念念的 有些人就会念的迷茫了 我为什么那么念佛 念佛的动力就没有了 听经是为了给念佛增加动力 师父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听经不是单纯为了听 为听而听 不是 是为了更好的 让我们念佛 增加念佛的动力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知道念佛 也知道为什么要念佛 长时间的听经 就是每天给我们的念佛 注入动力 让我们更好的念佛 更愿意念佛 更精进的念佛 更主动的念佛 更精神饱满的念佛 是给我们念佛当中 就用印光老壳上讲话 是如气通电 如药加流 就和电气通上电一样 你听完经以后 再念佛 那就不得了 如药加流 就是火药加上硫磺 就变成炸药了 劲儿就更大 如药加流 所以听经很重要 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 听经不是为了听经 是为了更好的念佛 那么更大的激发出来 我们深信窃愿这个动力 只有深信窃愿 这个愿力 我们才能跟阿弥陀佛 有感应道交 那么只有我们支持名号了 我们才能做到一心不乱 我们才能做到这个念头专一 在临走的时候 我们这念丢不掉 念头丢不掉 就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丢不掉 我们愿意去 我们想去 这是这个听经的念佛 时间开始入海分配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上次也第一集当中 也跟大家汇报了 印光老壳上说的 绝对要以念佛为主 剩下的一切都是诸修 诸修就是念佛 听经也罢 念咒也罢 有些同修愿意念心经 愿意念金刚经 愿意念地藏经 都可以 但是都是诸修 都是为了 我们都要回向给西方 我们为什么要听地藏经 是吧 我们目的就是要把地藏 把地狱的情况弄清楚 非常非常苦 非常非常难 非常非常险恶 所以我们要好好念佛 我们为什么要念心经 五蕴皆空 我们知道这个色身是假的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说 我们为什么要念金刚经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我们为什么要念心经 五蕴皆空 帮助我们把身心世界放下 这就对了 完全都回想到净土这个法门 都增加我们的信愿和行 不是为了念心经 不是说我觉得舒服 我喜欢金刚经 我看地藏经 我就高兴 不是这个意思 都是为了增加我们的信愿行 三字两 你这样念这些经 就变成我们净土法门的助修 增加我们念佛的动力 那么这个 再一个呢 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呢 根据现在 目前呢 这个咱们这些同修一些现象 我们呢 也看到了一些 一些跑道场啊 这些现象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也跟大家一起呢 关于到道场去 这个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 敬虹老和尚的 关于呢 到道场的这些 这些开示 这个师父呢 在1996年10月份 在台湾景美华藏图书馆呢 这个 在讲解呢 发起菩萨书圣制药经 这个 在讲解这部经的时候呢 有过这样的开示 那么这个经常说呢 不应亲近懈怠之人 不应该亲近懈怠之人 这是我们一块学习 我们常常接近这些人 对于我们修 对于我们修学会有影响 就是你会 你接近懈怠的人 会对你的修学有所影响 我们是初学的凡夫 没有定力 没有智慧 所以交往要选择 往往有许多同修 对于这一桩事情 没有保持警觉性 被环境所转 非常可惜 这就是一般所讲的人情佛事 这个对于初学的凡夫影响很大 学佛必须要有理性 要把人情放下 我们才能成就 这一条说的就是这个 不应亲近懈怠之人 这是发起菩萨书圣之药经理的话 懈怠的范围非常广泛 你能够看得出来吗 懈怠懒惰 是不是每天去睡大觉的这些人 这些人当然你不会亲近他 因为他要睡觉 他也不会找你 哪些是懈怠的人呢 从前印光大师所讲 喜欢跑道场的 很勤快 天天跑道场 天天去赶热闹 他怎么懈怠呢 对于修道懈怠 修定懈怠 修定修会 他不造 天天去赶热闹 这才叫懈怠之人 这个地方的意思 决定不能错会 我们在文朝里面看到 在永思录里面看到 印光法师的这些皈依弟子 去看他的时候 老和尚一见面就呵斥 就骂人 你来干什么 弟子说 我来看看师父 印光法师说 师父你过去看过了 你还要看什么 到处跑 把心都跑乱了 叫你在家老实念佛 你不肯念 你还要到庙里来看看师父 有什么好看的 把他们骂回去 这叫懈怠 每个人都很尊敬 印光大师 但是他的法没有人提 现在道场 现在道场就希望信徒多 信众都不来了 那道场怎么维持 所以现在大家都搞热闹 热闹就是懈怠 对修定修会 修清静心 懈怠了 佛在此地教给我们 这样的人不要去亲近他 不要去跟他天天去跑 把心都跑散乱了 说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的四中弟子当中 在家男中 在家女中 很多人热衷于跑道场 觉得学佛就应该跑道场 觉得跑道场才是算学佛 在这里头 敬虹法师 做了明确的开示 那么 那么 那么印光老和尚 关于跑道场 那也有多次的明确的开示 那么我们看看 印光大师文朝精华录 知修持方法当中 老和尚怎么说的 这题目是来山上 不如看书之有益 你来到山上来看我 不如看书之有益 净土法门 绝无口传心受之事 绝对没有什么口传心受 这些事情 任人于经教 任人于经教住树中 自行领会 随着你 任凭你 凭着你在经教和住树当中 自己去领会 无不得着 没有一个不能得到他的实际利益的 来山上不如看书之有益 你到这来看我 不如你看书之有益 古语云 见面不如文明 既来与座下说着 你既然来了 我以座下的尊称 与你说的这些东西 仍然是文朝 仍是文朝中话 跟文朝中说的没有两样 其另有特别奥妙之密法乎 哪里有什么特别的奥妙的方法呢 十余年前 与吴碧华书 就十多年前 我给吴碧华 其实写了一封信 墨云在信的结尾 我说有一秘诀 楷窃相告 楷就实实在在的 实在相告 有一秘诀实在相告 结成尽尽 妙妙妙妙 去看成尽是最重要的 来山不重要 跑道场不重要 信愿行三 大家注意听 信愿行三为净土刚要 都设六根为念佛秘诀 知此二者更不须再问人以 你知道这两件事 信愿行三 为净土刚要 都设六根 为念佛秘诀 知此二者更不须再问人以 知道这两件事 你还用谁呢 这封信是 就是第三篇 就是文朝堂第三篇 赴明信诗书 明信诗的这封信 那么我们看到这以后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不要再跑道场了 没有 释迦摩尼佛在经典上 没有说让我们跑道场 我们净土宗的历代祖师大德 都没有让我们跑道场 按照印光老和尚说的意思 信愿行三为净土刚要 你这清楚不清楚 清楚了 都设六根 为念佛秘诀 知道不知道 知道了 而且老和尚又接着说 都设六根的下手之处在舍尔地听 你知道这个就行了 你去跑道场 坐飞机 坐火车 然后开酒 租酒店 路上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可惜 西方不是跑道场跑出来的 是念佛念出来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发现大家忽略了 我们这么多念佛同修 我在接触的这些同修们 忽略了回向这个问题 不知道什么叫回向 这也是家里老师提出来的 请我命令我给大家再讲一讲 回向是怎么回事 什么叫回向 为什么要回向 回向给谁 是吧 那么这个呢 我讲了 我也不懂 我也是学生 也是初学者 那我们呢 有老法师的这个历年的开示 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首先呢 我们呢 先学习呢 印光大师的这个开示 关于回向的开示 那么什么叫常识回向 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 只移于夜课 那回向呢 只适合在夜课结束的时候 回向 即和日中念佛诵经 必后行之 你在白天当中 念佛诵经 完了以后 来回向 所以这就讲了回向的时间 作为夜课 完的时候一定要回向 或者白天 就像我们说早晨 晨昭 做功课的时候 完了以后 念佛诵经 必后行之 在念佛和诵经 完了以后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回向 念佛当从招至目 不间断 其心中 但具 怨生之念 即是常识 回向 就是你念佛 我们不是说吗 要从招至目 不能间断 但其心中 其就是代词 就是我们心中 只要具备了 愿意往生西方的念头 这就是我们说的常识回念 常识回向 不是说我念 这个功课完了以后 肯定是要回向的 晚上夜课结束的时候 是肯定要回向的 白天的课程结束的时候 是要回向的 但是我们平常念佛 我们平常念佛 这个功德我们怎么回向 你只要心中 在念佛的时候 心中具备 愿意生西的 往生西方的念头 这就是我们的常识回向 常时间的回向 这是父 永家某句是书四 第二段老人家 在谈到回向的问题当中说 日用之中 就平常生活当中 所有一丝一毫之善 即诵经礼拜种种善根 善根这地方善根就讲 种种善事 节息以此功德 都应该用这样的功德 这些功德回向往生 如是则一切行门 结为净土住行 如果这样 你如果这样做了 则一切你的行门 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结为净土的住行 都是要往生西方的住行 犹如聚众臣而成地 就像把尘土聚在一起 形成土地 聚众流而成海 把众流会汇集在一起而成海 广大冤身 其谁能穷 这个非常的深 非常的大 谁能穷尽呢 就说明这个功德是不得了 然须发菩提心 誓愿度生 所有修持功德 普为四恩三友 所谓四恩呢 就是你所有的修持这些功德 普为四恩三友 法界众生回向 四恩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父母恩 二众生恩 三国王恩 四三宝恩 这个叫四恩三友 这是我们查的 丁福宝先生的字典当中的 佛学大字典中的这个定义 三友者呢 就是三界之生死也 一个是欲界 就是欲有 欲界之生死也 二色友 色界之生死也 三无色友 无色界之生死也 丁福宝大字典 普为四恩三友 法界众生回向 就说你要发菩提心 我誓愿度生 我所有今天念佛 你包括你念心经 念金刚经 孝敬爸爸妈妈 所有所有的这些善行 都要为普为四恩三友 法界众生回向 都是为了他们 都是为了他们 那么 那么老和尚接着说 则如火加油 如苗得雨 你这样做的话 就和火上浇油一样 火烧得越来越旺 如苗得雨 就和那个和苗 这是这个 得到雨露一样 既予一切众生 身结法源 速能成就 自己大乘圣行 就是说 什么叫大乘圣行 就是殊胜之行为 佛学大乘圣行 有这个解释 大乘 大家都知道 圣行就是殊胜的行为 身结法源 成就自己的大乘圣行 若不知此意 则是凡福二乘 自立之鉴 虽修妙行 感果卑劣 你虽然修了非常好的 净土法门 念佛是非常殊胜的 但是你的果报 你赶来的 非常卑劣 不殊胜 这是老和尚 印光大师 与徐福贤书 在政编当中 文朝政编当中 给徐福贤的回信 那么 第三段 印光大师 关于回向的 开示 是说 回向发愿心 为以己念佛功德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西节往生西方 若有此心 功德无量 若只为己亿人念 则心量狭小 功德亦狭小矣 如果你只为自己念 你心量太小 那你所得的功德 这些回报 也是非常狭小的 譬如一灯 只一灯之名 就和一盏灯 它只是一个灯的名 若肯转然 如果你愿意 你肯把你这个灯 去把别的灯都点亮 则百千万亿 无量无数灯 其名 盖不可欲 那这个光的 这些灯的量 是不可以比喻的 是不可以比喻的 而本灯 故无所损也 而你点亮别人 这个灯 一点损失也没有 你闲着是闲着 你不把别人点亮 你也得烧完 所以 世人不知此意 故只知 自私自利 世人不知道这个意思 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只知道自私自利 不愿意 不愿人得其意 不愿意别人能得到这些利益 这是文超第三篇 赴张道生书 那么这三段 就把回向的意义 说清楚了 说清楚 我们大家 一定要做到 常识回向 我们所修的善行 都要回向 回向到西方 回向给四恩三友 那么 来成就自己的大乘盛行 盛行就是殊胜之行为 我们再接下来看 静空法师讲的回向 是怎么阐述的 师父 在1984年12月份 台湾景美华藏图书馆 在讲解 阿弥陀经书潮演绎 当中有这么一段开示 书曰 回向菩提者 凡所修为 闲愿往生 世民回向 而向无他向 回向西方者 回向自信也 这几句是注解续文 有愿 结回向菩提这一句 学佛为什么要回向 我们师父接着说 有哪些事情应当回向 回向给谁 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 凡是真正学佛的人 无论做什么善事 大善小善 你修世间法 或出世间法 都要回向 这里说的很清楚 凡所修为 唯就是你的造作 修是你的修行 闲愿往生 不管做什么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求生净土 求生净土这个念头 时时刻刻不能忘记 这就是师父讲的 心上要有佛 求生净土这个念头 时时刻刻不能忘记 你看念佛 就是今心 心上一定要有佛 做一切善 做善事修佛 这个福修了 做什么用 帮助我往生 往生也要靠福报 所以佛说阿弥陀经当中说 不能以少善跟福德 因缘得胜必过 往生也要靠福报 经论里常说 临命忠实 心不颠倒 这就是大福报 所修的一切善法 绝对不求现在的善果 儿子要考大学了 身体要健康了 你不能求这个 能得到 但是你不能求这个 这不是你念佛的目的 所以有些人得病的人说 那我念阿弥陀佛管用 我说 印光大师有很明确的开始 得病的人 你念阿弥陀佛 你就是为了去西方 你说我念阿弥陀佛 还是我为了我的病好 对不起 你万一病好不了 你一定去不了西方 能好了 他就好了 你好不了怎么办呢 因为你不想去西方 你念阿弥陀佛的目的是 要我病好 那么你这就成了障碍 所以我们应该是念阿弥陀佛 我们的目标是愿意往生 那么如果命中了 那我们就去西方 如果命不中 我们就回来了 继续念佛 应该报了这个目的 现在很多人念佛的目的不纯 是为了事业发展 身体健康 孩子听话 等等这些目的 这不是我们念佛的目的 但是你把念佛的目的 定在去西方这个目标上 特别不可思议的是 你孩子又听话了 事业又发展了 身体又健康了 你不为了他 你反而得到他 你为了他 你反而得不到他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 那么这个世间 愿意 那么 这就是大福报 临命忠实 心不颠倒 这就是大福报 所修的一切善法 绝对不求现在的善果 不求这个福 修福不愿意享受这个福报 愿意在什么时候享受呢 临命忠实 没有病 这是大福报 世间人讲五福 福有五大类 受忠实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五福之一 而且是五福里面最重要的 为什么 大家都晓得 有六道 死了之后 就去轮回了 凡是恶道 都是迷惑 颠倒 才去的 哪一个人 哪有一个人 清清楚楚的 会到恶道去 人在临命忠实 害病 不认得家亲眷属 甚至不省人事 这个很危险 在这种情形之下 纵然我们帮助他注念 这是进到我们的心力 他有没有受用 很难讲 假如他临命忠实 清清楚楚 我们帮助他念 我们帮他注念 这个很有效果 可见得 临终那一招 关系到来世的福报 来世的因果 所以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今生在世 无论修大善小善 都希望资助 在临命忠实正念现前 佛号念得清清楚楚的往生 这叫回向 回向的意思 就是在此地 说的非常斩定截铁了 我再念一遍 因此我们今生在世 无论修大善小善 都希望资助在临命忠实 正念现前 佛号念得清清楚楚的往生 这叫回向 回向的意思 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我要插一句 有些同学来信来电 说净土法门是特别法门 不能用通教 不能用一般的佛教的法门来看待 只要信愿行就行了 它是个特别法门 是 它特别特别在它仗佛力 自他二力 二力法门 但是你有深信 窃愿 支持名号 信愿行三 你还得有福报 你否则的话 你信愿行 你根本就发挥不出来 你不可能实现 你没有福啊 我深信窃愿 支持名号 你说我最后没有福 我病了 就像师父说的 你稀里糊涂的 你迷惑颠倒 你不省人事 你是去不了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学弟子归 我们改过 我们修实善业 我们效养父母 敬业三福 是不是 修实善 的目的 我知道它不是通图法门 的目的 我们在这儿要修福 不能以少善根福德 因缘得生比过 善根嘛 你就是信愿行嘛 是吧 你深信窃愿 这是善根 福德呢 就是你念佛 同时你还有 你还有很多的福气 福报 能够资助你 所以我们说 这个 因此我们今生在世 无论修大善小善 都希望资助在临终 正念现前 佛号念得清清楚楚的往生 这叫回向 回向的意思就是在此地 回向更有一重意思 就是破我执 那师父下面接着说 世间人我执相当重 起心动念 决定不把我忘掉 凡是做一桩事情 与我有没有好处 这是第一个念头 这种念头是与生俱来的 用不着学 总是与自己要有利益 由此可知 我执是天天在增长 我执是烦恼账的根源 没有我执 烦恼账就破了 没有法执 所知账就破了 所以这是两重 这是两重账的根本 无论做什么事 都肯回向 我执就淡得多 我做的善事不为自己 为一切众生 我有福报 我不要自己去想 给众生去想 让大家想 这就把小我化成大我 这样就好 所以回向 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破我之 我们很多人念佛 我们要自己问自己 我们念佛为的是什么 我们有时候 连自己的孩子和父母 都忘记回向 你更不要说 回向近虚空变法界 四人三有 那是很少有人 是在这种状态下念佛 印光大师说 如果我们要在这种 报四人三有的 这种回向心情下来念佛 那那种念佛的菩提心 那是确确实实实是 如药加流 如气通电 其功德不可思议 进步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往往是因为 自私自利念佛 你看都在念 但是他不是为别人念 他为自己念 为自己念 这就是障碍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为什么我们在此地 一定要说 要记住回向 记住回向 就是不能为自己念 不能为自己念 是吧 下面近虚老和尚又继续说 而回向无他向 那么你回向 无他向的意思 回向 不回向其他的 不向其他来回向 师父说 这是特别对修净土人来说的 如果我们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 你念念都要回向西方 这就是说 而回向无他向 除了西方我们不向别的地方回向 不能回向到别的地方去 就是念念不忘西方极乐世界 念念都修西方 回向西方就是回向自信 这个经上这么说的 华言经上也是这么说的 因为有些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我做这么多好事都替别人做的 最后一样也得不到 我干嘛做他 我干他做什么 不干了 所以末后告诉你 回向西方就是回向自信 源源满满 整个还是你自己得到的 因为自信是你的 自信是你的 源源满满得到 整个还是自己得到的 那是真正得到的 那个时候你得到的是真正得到 你得到自信了 你明星见星 那个得到你是真正得到的 一 师父说 接着说 如果现在为了小我 为了自己现在这个身体 结果是一样都得不到 因为这个身体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因为这个身体是假的 你把你念佛的功德 回向给你这个假东西 假东西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他没有这个东西 而真正的有的不变的 长衡不变的 是你的自信 是你的法身 你要回向给他 他真能落得着 你真能得到利益 因为你剩下 你除了回向你的自信之外 你剩下所有的回向都是假的 都落不到 因为所有的回向体 他接受 接受这个回向的 这个接受方 全是假的 这个身体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为他你就上当了 就吃亏了 要为自信 自信是真我 自信是真的 自信是没有成住坏空 自信是没有生老病死的 自信是真我 这个身是生灭之我 所以你看有些人念佛 要把身体念好 你这个身体是什么 是生灭之我 你多傻呀 同样一句佛号 你为什么不会向自信 不会向自信呢 不会向真我呢 自信是不生不灭的 自信我 自信是不生不灭的真我 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懂得回向 是应当要修学的 回向是要修学的 所以呢 这个老法师呢 在这里呢 就 这是 在1984年12月份 在讲解阿弥陀经书抄演绎的时候 老法师关于回向的重要开始 那么我们今天呢 那这个 这九个问题呢 就算回答完了 那么这个 那么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呢 我们都没有时间 不能一一的作答 那么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呢 我们 再在一起呢 共同学习和讨论 那么 有很多同修呢 问我是怎么念佛的 希望呢 我能给大家说说 我是怎么念佛的 刚才我把我的功课 给大家介绍了 我念佛呢 我没有两个五 也没有三三四 我就是一到十这么直念 那么一到十的直念呢 它的前提呢 是要速度慢 要速度慢 那么这个 眼睛呢 向下看 用耳朵听 那么 十句佛号当中呢 每句佛号的时间都不一定 长短都不一定是一样的 因为呢 你的妄念不知道在哪句佛号当中出现 而且呢 就是 你比如第一句佛号吧 你阿弥陀 佛佛 你这个四个字你都听得很清楚 就可能很顺利的 字和字之间的时间间隔都是一样的 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就很匀称的 比如说我们说 0.3秒一个字 就是那四个字呢 正好是1.2秒 是吧 就念完了 阿弥陀佛 是吧 那么有些时候呢 你念着念着 第三句呢 有一个妄念出现了 在阿字上出现一个妄念 阿 你可能这个阿字要延长 弥陀佛 阿 你走了 阿 你马上意识到 拉回来 弥陀佛 这三个字 是精力集中了 耳朵听清楚了 那么这三个字的速度 可能就稍微快一点 它的间隔是均匀的 但是阿呢 跟咪之间的间隔可能就大 因为你阿字跑了 所以呢 不是说 我现在发现很多同修念佛 好像每句佛号念都很漂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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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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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五句 好像这两个五十个念完了 我问了很多同修 他说数我都记得了 我问声音听了没有 哎呦 我说声音 好像听了嘛 这不行 计数是一个 是一个条件 是一个标准 同时呢 再往下沉 每个数 数要记清楚了 每句佛号还要听清楚 每句佛号听清楚了 每句佛号的每个字都要听清楚 我跟家里老师讨论 我说我们十句佛号 如果说四字鸿鸣的话 阿弥陀佛 我们十句佛号大概四十个字 我们四十个字当中 我们听进去 我们用耳头听进去 听见了 不是听 不是听了 是听见了多少个字 如果说我们只听见了二十个字 那你只完成了百分之五十 如果你听见了三十个字 那你可能完成了百分之七十 如果你只听见了四个字 你只能完成了百分之十 听见了四个字 所以我们强调是要听见 听进去 听到了 而不是有听的这个动作 视而不见 他们说听而不闻 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说 我们念这个十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那么如果说我们听见这四十个字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么说明你舍尔地听的功夫就越来越大 而且我们听见这个字 我们不能奢望说我们这十句佛号当中 我们不走念头 我们首先做到这一句佛号当中 四个字当中没有忘念进来 阿弥陀佛 这没有 有些时候你要太均匀了 速度太 你要追求那个速度上的漂亮 就和我们念佛注意那个威仪 注意那个什么步伐 注意呼吸 注意整齐化一了 你往往忽视你听见这一个功能 往往忽视你听见这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不要追求佛号的顺畅 数量的多少 念的好听 念的均匀 念的有节奏 我们关键是是不是每个字都听见 这个绝对不能含糊 听不见 那就是没达到标准 所以我们每句佛号实际上是很难看的 咱们说 就像我们看的这些压力一样 每个压力没有一样的 跟你说实话 每句佛号没有一样的 因为每句佛号你的妄念在哪出现 妄念出现多长时间 出现的程度的深浅都不一样 那有些你今天心情掉矩了 你可能第三声佛号就跑了 到第八声你才恢复过来 那这三声到八声我的体会特均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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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嘴无心 而且你还能记着数 你功夫有点得力 你虽然你没有听见这句佛号 但是你记住数了 但是你突然到第八句 你就明白了 我怎么没听见 我怎么没听我念佛 你脑子走了 然后再从第八句佛号 你再回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再重新念 念到十 然后再重新念 一般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能够光祭树 这是第一 第二个我们不能追求漂亮 因为我们的妄念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在第一个字上出现了这个妄念 第二个字就得拽回来 第二个字 你想第一个字出现妄念 第二个字拽回来 你这中间间隔能定下来吗 你不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会这样的 这叫真念佛 你意识到妄念出现了 影响我这个阿字的质量了 我没听见 我走了 我耳朵没跟着声音 没关系 咪上回来 那这个从阿 把妄念拉回来 再落实到咪上 再听清楚咪 再念出来 这个时间过程得需要多长 这怎么可能是一个速度出来呢 不可能 所以不要期盼 你不要听 那都是驴粉蛋表面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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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没听见 那真正听的感觉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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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你能感觉到它真在听 它顾不上别的 再一个呢 就是我的体会是在第九声佛号和第十声佛号的时候容易走 因为大功告成了 快结束了 往往这个时候就疏忽了 第一声到第八声的时候还容易 因为他还紧张 他还没听清楚 快到第十声 这一放 这一下子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了 我念第九声第十声了 没念 越到最后的时候越要提起警觉 所以我提出注重两头 第一声佛号要提清楚 最后到十的时候越往后越要注意 过了七就更要注意了 就要注重到最后这两句佛号 要注意质量 不能够 就是说这个 我们要善始善终 所以这个念佛呢 还是要听见 听清楚 别糊弄自己 别糊弄自己 养成这个习惯 不再念佛号的多少 我念一句 我试一句 我念十句 我试十句 我保证质量 好不好 所以呢 关于我念佛呢 就是这么一个体会 希望呢大家呢 能够认认真真的 按照印光大师的识念法 来把我们的这个佛念好 注重质量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